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社會觀察家林洪偉 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退休刑警高人和 洪一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兩姓作家Cynthia 大家好 我是新西亞 以及秘密老師周映君 周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社會記者戴志揚 大家好 好 那麼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包養離奇的命案 在彰化驚爆了林姓的酒店小姐 社局 殺害包養他的張姓男友的命案 那這個事情 其實整個家裡全部都涉案 那這個驚動整個社會 那我先請教小代事情是怎樣 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就是說我們是我們這幾年來發現最應該最奇怪 所謂家族性整體犯案的一起命案 對 因為過去我們講說 不管情財仇等等的各種的刑案 大概都是單獨犯案 或是找同夥或一兩個 而且那都好朋友 但這種是一家人涉入的 還真的蠻少見 那其實這件案子有很多離奇之處 那大概最早的時候就是說在十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彰化福新鄉那邊的東羅西 然後突然就有民眾 發現這個東羅西裡面有一具福屍 那一具福屍 其實他那時候是半福在水面上 那半福在水面上 那警銷他們去打撈的時候 就發覺奇怪 因為為什麼他去撈上來的時候 竟然發現說他的身上 這屍體的身上被塑膠袋 整個黑色塑膠袋包著 包著 包以外他的那個胸部 這部分 還有背部這部分 然後是被各壓一個 那種二十斤重的那個大石塊 空心磚 用童軍繩綁著 然後把他壓在水底 那而且他的手腳也都被綁住 那所以說 其實這樣子看下來 很明顯的就是一件命案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會去做這種 那麼複雜加工 加工制裁的手段 那本來一開始媒體是要寫的 那可是警方那個時候有跟大家溝通 就是說他們馬上 馬上可以破案 所以希望大家等個一兩天 給他們一點時間來去抓人 所以其實後面他們開始去找這個死者的身份 那可是因為這個屍體已經泡了有一段時間 他們研判大概超過一兩個禮拜 那有點腐爛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弄指紋不好弄 那我們以前很古早以前也聽過東瓜大哥講過 對 我們這種泡水水流失 就是要去擷取他的指紋不容易 所以一直到了大概三四天之後 才比對出來 這個指紋 原來是住在臺北一個張姓男子 那時候就開始去根據他的行蹤 手機記錄等等去掉 才發覺說他的提款卡 曾經有人在他這個失蹤 這段時間有被人家盜領過 所以他們去調了這監視器之後 發覺有一個女孩子 拿著他的提款卡去領錢 然後去追到了這個林姓女子 可是這個林姓女子到案的時候 他是什麼都裝傻 其實就是神態自若 他雖然講說 我認識這個姓張的 但是我們好久沒有聯絡 那可是人家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張先生的 這個提款卡 你還去領錢 他說那是張先生說 要去給他 給他領生活費 然後去領 領用錢用的 那但是這種說法都不容 那當時就有一個刑警 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古早辦案的手法 然後就在晚上的時候 就把這個水流失的這個照片 攤開來 全部攤在桌子上 來 你來看一看人家是怎麼死的 而且跟你們家有地緣關係 你們那個路口監視器也發現 也發現他們全家四個人曾經開著一輛白色的賓士車 出現在現場附近 好 這時候才慢慢的有一點曙光 那當然後面這女孩子一看到這屍體 再加上知道自己家裡一家人都出現在現場附近 就也不敢 只好承認他殺害他了 對 那可是一開始他就講說是自己殺害他 問題是警方還想說 一個大男生 你要去動手殺他 你要把他全身綁這個空心 大空心磚 然後最重要是你要棄屍 這麼簡單 你一個女孩子那麼好搬嗎 所以那時候才講說你家裡的人到底是不是有共同的涉案 那把他們家裡的人找來問之後 才發覺 哇 這下完蛋了 竟然是包括這林姓酒店女孩子的爸爸 媽媽 還有他的弟弟 全部都是這一起案件的 共同的參與跟策劃 那為什麼會講說是參與跟策劃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先講到這個時間點 就是說這張姓男子 他在十月七號 八號左右 他就是被這個林姓女子 邀到臺中 那個彰化福星鄉 他們的家中做客 然後當天晚上也睡在他們家裡 但是這件事情 他被邀下去 這個做客的這件事情 他的朋友知道 但後面他就消失了 直到屍體被發現 身份確認那一天為止 是 所以後面 後面警方 在這一段期間 一直在查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犯案 結果才發覺說 當天就是他去吃了這一場 鴻門宴之後 睡在這女方家裡 然後在當天晚上 就被下手殺害 可能有想要誘殺他吧 對 就是一個鴻門宴 為什麼要誘殺他 對 這個誘殺的原因很多 我們就要從林姓女孩子背景講起 因為這林姓女孩子後面查出來 他原本在臺北的一家酒店上班 做酒小姐 那據他所稱 還有他的這個死者 張姓的朋友講 就是說這林姓女子是被他包養的對象 那他們從去年大概十月起的時候就認識 在酒店裡面認識 那這個張姓男子就一個 大概一個月花十萬塊 原本是說二十萬 也就是說 我每個月月初給你十萬塊現金 然後月中 我再給你十萬塊現金 二十萬來包養他 那可是他在交往的這一段期間 這就發生了一些一些離奇的事 因為這個女孩子講 因為男生死了 死無對症 這女孩子就講 他除了包養 包養他以外 還三不五時帶其他女孩子 到他們家過夜 被他發現 對 帶到那個誰 就是帶到南方家裡去過夜 然後這個林姓女孩子發現說 你不是包養我一格而已 而且你是包養很多個 那另外又有一件事 他也講 每次你說要給我二十萬 那到後面 你都只給我十萬 所以他也不高興 那再加上還有第三點 這一點就他自己講的 他說在這個交往的過程中 這南方三不五時 就對他虐待 包括性虐待等等 然後甚至他懷孕了 還逼他去墮胎 所以他對他的這個種種的行為 就是已經慢慢不滿了 所以其實他們在本來 在今年的時候有分手 但分手好像沒有在交往一段時間 但是後面他卻又去找了 這個張姓男子 而且這張姓男子 可能要挽回他 為了要挽回他 還買了一輛白色賓士 那個B&W轎車給他 就是他們全家人開去泛濫的那一台 對 還買一樣 花賣不少錢 所以後面他講的種種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才衝下殺雞 對他又不忠 然後又施加暴利 對 然後錢又減少 是 所以心聲不滿 來 請大家看一下 這一位就是涉案的 他的所謂的女朋友 暴妻的 那這裡酒店是實在的 那東羅西 中華福興 旁邊那裡有一個東羅西 這東羅西扶起來的那個 剛剛講那個絲帶 就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看 可能會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是這樣子 這樣 這個高清淨 這看也知道 不是一個女孩子 有辦法做的 還放兩顆四十公斤的酒頭 這個其實一個 集體氾濫的一個很明確 因為他光是如何把他給殺害 他必須要由那個法醫 法醫來解剖之後 看他的肚子裡面 有沒有藥物 不用把他掏 掏迷昏 混不掉 再來把勒幣 還是這個殺害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怎麼綁 綁完之後 怎麼抬下樓 抬下樓之後 怎麼放上車 這些沒有三個人以上 你做不了這個事情 所以只有這些東西 要抬四十公斤 還抬這個人 尤其人往生之後 那個體重會更重 所以這個 這一家氾濫 我也不太相信 為什麼 我不相信只有這一家犯案 怎麼說 因為一家四口兩個女的 兩個男的 一個爸爸 爸爸聽說狀況不是很好 一個媽媽跟女兒 兩個是女生 對 正常邏輯來判斷 這個媽媽要動手 宰殺這個男生的機率 不是很大 會隱瞞的機率很大 再來他的一個弟弟 他那個弟弟 我們也不曉得 他弟弟到底是大長 歲長 還是有來不來 我們不知道 那為什麼檢方會願意讓他交保 母子兩個交保 婦女兩個收押 表示很重要的就是案子沒破 那案子沒破 就是因為有問題在裡面 第一就是說老爸不說 女兒說不行 媽媽說的跟兄弟說的 只是符合他們狀況 那另外我現在當然是偵查不公開 而且最重要有一點 他其中有六個人表示說 我他們錶兄 一次六個來錶兄 去他們住宿把他也帶走 那這六個人的身份 現在相信檢方也還在查這六個人 那有沒有共同涉案 因為如果宣布破案 他就召開記者會 所以兩收押 兩個人交保 我覺得這個案子還有後續 是 後來我們看看包七的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張先生 張先生幾歲 他現在五十幾歲 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也年輕 五十一歲 我想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經快掛了 對 人家人家要帶他 他不知道 這個殺雞要怎麼發現 殺雞一定 基本會有殺害這個人的想法 除了我們現在講說一些經濟 曾經病人不要說了 情 財 仇 這三樣 對 那會由最基本的 會認識在一起 有的一般基本開始來講 就是說有一個財務的糾紛 有財務的糾紛才會 有的人是有財務 才有感情 看他這個是包養的嘛 所以應該是先有財務才會有感情 有財務 不一定有感情 這個感情是假的 或者是真的 男生覺得說我包養你 你就是我的嘛 可是女生並不覺得我就是你的 他可能還有後面ABCD EFG都有 可是這個男生你的想法就很單純 我情侶給你 你就是我的人 那個傻瓜才有這種想法 所以他很有可能他的殺雞就是情 財 財 仇這個案子混在一起 三個通通都有 有情 就是不是很專情的東西 有錢的東西 有仇恨的東西 你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個女生 她的說辭不是實在的 還在隱瞞 要保護什麼人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女生 不管她是雙性戀 單性戀 還是只有純粹跟這個男生交往 但是他在法院上所說的 如果說因為法院 他會馬上交查 警察下去追查 一查你說的每一句都是假的 所以他到現在還在撒謊 請大家看 這林姓酒店小姐 其實先看起來是漂亮的 可是本來他是長這個樣 中性打扮 對 他頭髮是剪短的這樣子 所以他那個性 性別還是很特別 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留完長髮 在酒店上班 說實在是長得不錯 對 他平常是長這個樣 以前是長這樣 再看一下 他以前在彰化的時候 其實他是這樣 其實這是很男生的打扮 中性男生 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高刑警 懷疑說這個案子不只他家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會把他的恩客 把他殺了 而且給他不少錢 買BMW的白色的 這個新車給他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個網告 寫下 包養一個月二十萬 我真的沒辦法 我沒有問你說可不可以 我想要先跟大家先來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剛才看到這位靈性女子 她的打扮非常中性 所以現在整個案情就進展到說 她其實有一個自稱是她的前女友 也就是政公跟媒體報說 其實這個張楠是這個靈女 就是我前女友劈腿的對象 我才是政公 那她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個女生以前以男性的裝扮的時候 她其實是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個女生 可是用男性裝扮出現的時候 她有個女朋友 她有個女朋友 其實她現在也是呼籲說 你把話說清楚 不要讓人家會覺得說 你好像跟整件事情有所牽扯 而且她也非常悲痛 她就說其實那個時候 當她得知這個靈性女子 跟男生在交往的時候 林姓女子還跟她講說 沒關係 你的生日快到了 我知道你很難過 因為好像我劈腿嘛 那我一定會幫你好好的 慶生做補償 可是沒想到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她這個前女友 她也認為 如果你沒有認識這個張姓的男子 也許今天你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牽扯 是 這個張先生 因為他是死者 他被綁了四十公斤的空間磚 丟入了東羅西 那他的家屬認識以後 只說張先生肚子裡面被塞滿了石頭 實際上有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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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 蔘大哥 我告訴你 利弊只有兩個 一個是活著的時候 煙滑嬰死 第二種就是死後 棄屍的 煙滑嬰死 你就算丟到河裡 丟到任何個地方 丟到很乾淨的游泳池裡面的話 你的鼻孔吸入到肺裡面 他肺裡面會有淤砂或者有水 但是不可能有石頭 不會有石頭 這個應該不是很正確的一個傳說 那第二個他綁的這個四十公斤 這個是空心磚 對 空心磚 如果真的比較知道 空心磚在電路上 水浸進了之後 久也會噴起來 空心磚 他比較有福利 比較有福利 以前還有一件暗驚 六八 要摸什麼比較不會噴 摸什麼都會噴 還有還有一種人摸紋頭湯 也是噴過來 為什麼 其實這個冥冥之中 不是講慣例亂程的事情 這個跟科學有一個原理在 對 高老師 就是高大成高老師 他也講過 像我們以前上過 那個解剖課 或者上我們行事課 人往生之後 他的內臟會膨脹 就是他的臟氣膨脹之後 有沒有 會把東西增開 好像氣球 所以必須要有一支尖銳的管子 插破裡面繞風 你繞風之後就水浸在裡面 你才有可能塵在裡面 所以所有的你都不管用水泥 用各種任何的方式 他一定會浮起來 那這樣 一定浮起來 很重很重也沒辦法 曾經有兩包水泥一百公斤 看有時候一包五十公斤 兩包一百公斤 那也是浮起來 因為浮起來有的是怎麼樣 你把他綁住 可能綁住腳 綁住身體 可是他其他腐爛 頭浮出來 對 姿勢 手腕會掉 它不可能每個關節都綁 但是他泡在水裡面 被你綁的那些東西 包括你用鐵鍊 鐵錘 還是更重的一些重物 你壓住的 只是要壓著手掌 可是他手掌一脫落之後 其他都浮上來 不是 可是有的是用膠布 把整個杏鋪包起來之後 如果再拔 這樣他就不會鬆掉 他內部就會脹出來 撐破那些東西 脹起來 而且撐起來之後 你只有一番洞 我們以前有沒有 我們譬如說我們要唱肛靜 沒有 肛靜就一塊糖漏 小水桶就撐起來 肛靜就撐起來 那就是那個原理 肛靜 那個糖漏是鐵 但是它也是撐起來 因為我們小時候靜殘 水上有一些田鼠會死掉 那田鼠死掉 你就可以他知道他脹多大 脹很大 也隨著水流 所以人家說你碰到地面 碰到地面 聽有沒有 碰到地面 就是就人死掉 他肚子就脹氣 對 你就 手肘你那裡拍死了 對 要摔好 摔好 那這個我相信洪偉 你只看到包養的價格吧 就是符不符合市場行情這樣子 你這新聞你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是非之地 一定會惹上一些是非 那你在這樣子的環境 你的動機不明 你最後引誘殺機 我覺得這是製造的 這個他被綁著這一個空心磚 然後腳跟頭都被纏繞 然後把他這個丟到水裡面 這樣說 如果是捆綁手腳 然後呢 這個眼睛也把他蓋起來 目的是希望他不要回來報仇 請教周老師是這樣嗎 這個是有人這麼說 但是是不可能的 因為人家說我們幾頭三寸有神明 為什麼會說幾頭三寸有神明 其實是什麼 就是日幼神跟夜幼神 其實我們旁邊都佈滿的 晚上有夜幼神 日幼神 他其實是在旁邊在巡邏 我做白癡 其實我都超過兩袖半 我都不敢到三袖 因為他是在上面看著你 我們他是在上面的三尺上面看著你 所以你跟兩千半 他都看你會對 你把他蓋不住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夜幼神 夜幼神都在給你看 除非說你們這條事情是 應該說你這三八字有太欠 你上四人是 你把他害死 所以這四人他要來 這個又報仇 除非這種情形才查不住 如果說要不然不是的話 他一定查得到 因為在這裡 譬如說明明的查不住 暗明也查得到 什麼叫做暗明就是暗明的 所以他一定查你會對 所以像剛剛這個 我們講說這條事情 主要說我再查個話 要講政治正確 一定跟他講查得到 但是要講實務 說起來臺灣一年失蹤 一兩千人都查不到 對 查不住 我剛剛講說查不住 就是因為你這上輩子的小限 可能就是你真正是你上輩子有一樣的小限 你有害到啦 所以他上輩子是來討作的 所以你就被查不到 因為查不到就這樣被人家 被人家陰棄的 暗棄的很多 但是查得到就是因為你這是要害的 所以這條事情他上面都有記載 所以你跟他說 眼睛把它暗起來就看不到 哪有可能 同樣看得到 所以說像我們剛剛 這條暗棄來講的時候 因為他好像十幾天 但是他二十九號就查到 十幾天 那他可能第一個 因為他在 他說去海邊 那海邊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可以等在海邊 因為海來講的時候 海水是陰棄 海坡是牽牽 我們要走到海裡去 是沒辦法等死的 所以他就變成說 這樣我來等來 揉來這個河的 這河原海 所以他這個會流去海 我們每次說 陰棄什麼都會流去海 流去大海 他心裡面就不想 所以他這就是已經嫁 過了 說要等那個河 那用過空心磚 可能也想說空心磚剛好 他要流去比較流 但是呢 田地嬌嬌 因為那幾天沒落後 沒有下雨 所以河床很乾酷 他可以看得到 就去看得到 河床乾了 對 很乾嘛 很乾就是這個東西撲起來 撲起來的時候 人頭身動作是說 不是動物或什麼 我看得到好像不是動物 看得到是人 趕快去補完 所以就十幾天就出來了 那你這裡有一個死者復仇的故事 對 這就是有一個像是說 我們人死去之後一定 他有法度通過來補償 就是說已經去請欺負 我這裡就是一個 他這是一個兄弟 那兄弟來說 其實是這個重點是 小弟去愛到兄弟 去愛到兄弟 阿蘇 阿蘇不在乘 這個大兄常常都去外 外面去做生理 去做投入這樣就對了 結果他這個兄弟 要他兄弟愛不到 結果大兄回來 差不多半個月 多久都會回來 回來一旁 他這個兄弟就跟這個大兄 跟他講 他說這個兄弟 投入那裡 他在投入那裡 這種的女婦就投入那裡 如果我們也不去愛死 我們也不去愛死 算說他會讓我們的家族蒙羞 所以說我們就愛死 結果你知道他半個 兩個真的兄弟那兩個半個 因為這個大兄 基本他都在外面 聽到說小弟說 因為小弟跟他做的 住在家裡 住在家裡 那就是說會聽到這樣心慣 真的說這女婦這樣不行 那個女婦真的熟悉 他們母熟悉的時候 兩個兄弟 他在睡覺的時候 後面用手把他吹息 吹息之後這個事情就 還有一個事情拍空 那為什麼是在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來說 因為那個時候拍空的時候 一定找公子 小弟都沒有事情 因為你一個母子 死去一定一定要找公子 所以公子做交流 他們公子做交流 就要照顧保衛 照顧保衛 照顧保衛之後 結果他又帶母生的小孩這樣子 小弟 每天都有帶母生的小孩 但是他們後來的子女們 小弟說出的母 沒多久 本來是好好的人 沒多久就變自炸 就像說頭部進行 那個我們講說 現在說精神官能症 所以生下來的小孩 不是很慢 不然就是死 就是這樣子 一個一個都不好 所以都沒有好生 結果這個大兄 他去保衛之後 他又帶母 帶母生的有生幾個小孩 結果小孩不是死 不然就是不生 但是有一個大小孩 大小孩生後生 就變成這個老公的大孫 十二歲就莫名的暴斃 還有第二的 因為他都生兩個 結果第二的 差不多十二歲的時候就暴斃 就兩年死兩個 那女兒 就後來他們就覺得 像是經紀官 我們這個真的沒免 沒免疫苗的小孩 就這麼暴斃 後來他們就去問生 問生的時候 中間有那個人就說 不然你去圓仙房 圓仙房就是說 去廟裡有一個仙房裡面去睡 好像去做夢 對不對 去圓仙房的時候 頭上這個圓到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女兒 帶兩個小孩 一個女兒 穿白衣衣 帶兩個小孩 他跟他說 你那兩個小孩 我帶走的 在我身邊做伴 但是你還要跟我拜 你還要跟我拜 你如果不跟我拜 來講的時候 我到時候 還是一樣要再跟他們抓 因為他們現在就變成說 他們這個老公 還帶的母親的兒子 都是拜他們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拜頭上那個 所以他們做這個夢以後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根本都不知道有這個事 也不知道有這個前妻 這個事 所以他們就回去問那個阿姊 回家說 不然這個阿姊就問 看 阿姊那邊做的問 那個阿姊 結果他拿這個來 一說而已 阿姊說 我就知道 該來都是會來 這個事情該來的就是會來 我已經在等了 他心裡面也有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好幾十年了 結果他就說他以前的事情 說給這個孩子聽 就是以前就是什麼原因 後來他們就是查那個 這個做什麼 那個藤本 藤本地面 真的有這個女婦的名字 把這個女婦寫回來拜 事情是十幾萬 那為什麼這個男生會惹來殺雞 他到底做什麼 他背景是什麼 那另外這個女生 其實從彰化 那麼純樸的地方 做很純樸的工作 也有一點像那種便利 超商的店員 為什麼今天會淪落到這樣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新西亞有說 就是說這個酒店的這個林小姐 他有一個閨蜜 他已經四年了 他叫米妮 他是個化名 那他叫他跟蘋果新聞網 獨家爆料 說大約五年前 這個林小姐在鹿港 有一個中式早餐店工作 老闆娘看到林小姐 他中性打扮比較特別 可是他工作很認真 又很乖巧 那從來也沒有過遲到跟早退 所以是一個很認分的人 那沒有多久 所以就把他升為店長 然後所有店內裡的這個大小行事 都是他在處理 處理後也不錯 一個月給他四萬塊的薪水 說是哪裏房子四萬塊算不錯 然後這個老闆 還把樓上的空房間 免費讓林小姐用 林小姐只要負擔水電的費用 對他算照顧 兩年前 林小姐認識住在臺北的女朋友 為了能夠進一步的交往 林小姐辭去早餐店的工作 到北部來追求真愛 換句話說 他是女生 他顯然應該搞不好是個雙性戀者 對不對 他應該是個雙性戀者 你說雙性戀 其實也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以包養的關係來講 他對這個張姓男子 是不是真心真愛 還是說我只是一個供需平衡 你給我錢 我滿足你肉體的需求 這個不帶感情 難怪 難說他是否是雙性戀 是是 那這個大家到北部來追求真愛 這個妮妮發現林小姐突然開始有女性的打扮 本來是頭髮剪很短 現在留長髮了 然後他還接頭髮 然後他還縫雙眼皮 把幾點字點掉 那而且明顯的變漂亮很多 讓妮妮很意外的是 林小姐除了會化妝出門 還會開始檢視朋友身上的行頭 比方說 周老師 你有帶孫子耶 行頭通常都說 那個包多少錢 孫子沒有嗎 孫子比較不知道 你是不在 不知道 然後他還會研究對方的服裝品牌 還有這個價錢 在言語之間充滿了追求物欲 跟當初純樸又中性的他截然不同 說 妮妮說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感覺他就變一個人了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高性情 你覺得為什麼他變一個人 這個妮妮說話說一半 為什麼他講話講一半 他不可能完全瞭解 百分之百 我覺得你說話我聽得有爽 我媽你就是老傢伙的感覺 沒有啦 因為這個妮妮 這個暗還有別人 剛才說了 這個暗不只能說 這個月他只能說一半 你夫妻住在一起都不曉得他另外一半要做什麼事了 你別說你跟他同居男女朋友 他在做什麼你不可能會知道的 好 你就算跟他相處這一段時間 他沒有說得有兩個事情 你不可以把太太報今天的行蹤嗎 人家小太都有呢 我也有 所以太太老公都不知道 但是十八會說一次假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他沒有講出來的就是說 他認識他是從一 在哪裡認識 二 同居或者住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靈性女子在哪裡工作 一人要知道嘛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什麼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在哪裡工作 三 他工作的地點 他有沒有去接送他下班過 還是有沒有陪他 去他公司過 所以一些疑點在裡面 表示這個理理有說 這一部分是真的 另外一部分沒有說 表示說我給你知道 不然就像我不知道 瞭解 那我想請教一下小黛 是 酒店的小姐 要怎麼看他起一個人客 看他起一個人客 怎麼喬得起一個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我們先講稍微帶一下 我們這三個男生 哪一個會他會比較看重 我看現場說實在我看不出來 但是我我到了這個包廂裡面的時候 我看誰買單 我就 誰在叫經理戴小姐 然後誰在化全場 然後誰買單 我就是盯著他 這幾個條件 現在人是頭 管你長的是高的瘦的 圓的方的 對 像我們找的帥沒有用 沒有用 對 因為長的帥得不到什麼 對不對 然後後面只有真正去買單的 那一個人 我才能在他身上需要錢 手上帶的錶 這個鑰匙 車的鑰匙 也沒有用 都沒有用 也沒有用 一定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 幹部介紹給你的 那個一定 你要特別抓得緊 因為為什麼幹部介紹給你 你要抓得緊 因為幹部是要拉住自己的重要客戶 他一定要讓自己客戶爽 所以如果說把你分配給他 然後叫你跟他出去 怎麼樣 如果說你沒有出去的話 那你就是 你的 那你怎麼看這個林小姐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先姑且 不論他的性向或怎麼樣 或是他生活狀況 因為他跟他的這個女友 其實有一段時間 也不在一起的 也不在一起 原本有在一起 後面也不在一起 因為跟著張信先生 男生在一起 那你看他原本從一個 純樸的鄉下姑娘 到臺北市 為什麼會有一個 那麼大的轉變 那沒有什麼差別 就因為他去酒店上班了 如果他去酒店上班 那有可能你穿著牛仔褲 對 中性打扮 然後然後裝得很帥氣的 那誰要點禮台 笑的 對啊 這樣沒人會點 對啊 笑的 剛剛我有一個 我跟他吵一下 因為在八大行業裡面 會去酒店喝酒的這些人 他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負傷 一種叫偽負傷 假貨 對 負傷 他所謂的負傷就是說早期 因為治安還沒有那麼敗壞的時候 早期這些負傷 就是一 他家裡有家族企業 真的查出來家族企業 二 做營造 三 他是做證券 突然說拔起來爆發婦 這種 想說委負傷 copy的嫁的傢伙 一 通氣犯 槍擊藥犯 槍夾的 第二種詐騙集團的 第三種 吊貴 吊貨的 因為這個錢來得快 不會賺錢 這種錢來得快 他把錢撒出去 他不痛不癢 很多女生子看到他在撒錢 那樣子 可是他沒有發現說 他錢從哪裡來 真的負傷要花錢 一個錢打五十六次 快甘醬還黏下去 那不太簡單 所以會這樣花錢流水的 除非他家裡教養不好 不然這些錢他從哪裡來 人家以前說的菜堂 吃菜 菜喳士 我們是說去酒店 一戶結果退退 就也沒有一直拿錢出來 這樣會不會 小姐跑光光 一定跑 那不跑才有奇怪 小姐 因為兩種 兩種 第一種就是外走的時候 是說他把你頂掉的那裡 沒辦法走 要走也走不去 他腳也摸掉的 第二種就是 怕吃旋律 第二種就是說 這種是 比如說外籍的 譬如中國的流星 或是東南的流星 他就是要給你消費的 你不給消費 不管他就選去了 因為特種行業 八大行業 沒有說都是不好的 但是很多他去那邊的原因 就是要賺錢這樣 你去到那邊裝的 比我們孔子還像孔子的時候 他就說你孔子了 他不去插蜜啦 對啦 因為他自己不會 我們去要怎麼讓酒店小姐 感覺他會歡迎我們 最主要這個客人 他的心態 有分幾種心態嘛 第一種你是背的朋友去的 說我們怕你朋友要去 我們請客人去 給背影去 沒有任何去對異性的一個想法 第二種就是我去一次後 我殺到一個妹妹 任天我沒跟你們來 我自己要來 我就另外一天來 這個我裡面紅白 就是說偷偷互相聯絡電話方式 不然就跟他的幹部說你那天坐我旁邊什麼人 第三種就是說今天去 他就是有目的 他的目的 他就是要把你裡面的小姐 拐到另外一家店上班 因為他所有都會競爭嘛 是 這個小姐 你條件在這裡賺二十萬 我給你介紹 賺五十萬 不然就累了 這酒店小姐 那個從純樸的鄉下 然後來到這個酒店 臺北這種都會 我覺得那種 那種迷失速度很快 對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 你 你要裝扮自己的行頭 提升自己的身價 這當然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你要選擇對的人 就是金主 你要抓住重要的金主 那我相信這個林小姐 因為他在酒店上班 也很 也滿長一段時間 那他當初向重這個張信 死者的時候 一定有他的索圖嗎 我們剛剛再提會話講一下 因為今天你 我剛剛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酒店小姐 怎麼去向男生 當然除了我們剛剛講 他幾個條件以外 不是說收集都放在床上 那都沒效啦 其實他第一個晚上 第一天晚上跟人認識的時候 他馬上就可以測試出來 第一個你大不大方 對 也就是說你結束之後 會不會大家去吃宵夜 你是要 你是一個人 一開始就要先找他去做S 還是做吃宵夜 我們朋友都突然掛愛馬斯的皮膚 皮膚頭 我說那一顆要多少 有的說十六萬 有的說三十萬的 三十萬還有那個碎鑽 H 這樣 我說你如果穿那個 漢駕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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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所以我說這真實故事 台中七季 台中其實那個酒店都很大 有的女生說我就是陪酒 我不賣生的 就是陪酒 就是有那種很骯髒的那種 所謂的道上兄弟 那種很骯髒的 那個也是穿著西裝皮膚 它都放在人家就可以了 把這個妹妹小姐帶出去吃宵夜 開著她的賓士車 到了看夜景 天窗打開 我說我害你心情糟糕的 我說什麼害你心情糟糕的 然後還怕一支青森 問那個小姐說你不知道有時間背貌嗎 你問他要背貌嗎 這真實的 因為那個男生被我們大隊的人抓到之後 他說他以前就是幹這種事情 沒有一個女生 她根本就掌握不到她的 一女孩子坐在騎兵 對空名槍七八千 你說你今天要不要陪她 所以很多女生到了那個環境 從少女 我就說從公主 公主之後坐在那邊拿小費 送毛巾一百兩百 一百兩百 看到旁邊小姐坐在那邊唱個歌 可以拿一千兩千 被裡面一煽動下去 變一千兩千 算得很像你們 那很恐怖 高興已經說那個天窗這樣開槍 生死的 後來發生什麼事 就小鳥一直掉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彰化 彰化的地方法院的發言人黃玲玉說 涉案的林媽媽跟林弟弟在羈押審理庭裡面都已經坦承犯案了 那程審的法官說他們兩個犯案的情節比較輕 也沒有串政 所以讓他們交保 那林小姐跟林爸爸因為涉案情節重大 所以激壓 那麼也就全家四人都參與犯案 阿公啊 這樣就意思 全家庭開家庭會議 討論怎麼殺人 怎麼棄屍 怎麼滅屍 林爸爸開過家庭會議嗎 有啦 你就開個家庭會議 開看要怎麼賺錢 這也是賺錢的一種 不覺得很恐怖嗎 很恐怖 很恐怖 因為目前 目前狀況發展就是說 他爸爸想要一個人扛 一個人扛說 這個案子都是我在策劃 我在做 但是不可能嘛 對 因為 這問下去就知道不可能 對 所以說後面這個後面還有發展 可是我們就剛剛講到 這個後面這個林小姐 其實他後面找到這個張姓警主之後 他發現張姓警主真的很有錢 就死者 真的很有錢 他是什麼樣財經 因為這個死者 他後面警察清查他的前科 才發覺說 其實他跟以前 跟 類似是車手頭 車手頭 所以他其實帶著 車手頭 就是我們詐騙集團 專門在在弄錢的 專門在領錢出來的 所以他那時候一票小地 專門在領錢 所以錢很多 那賺了這些錢之後 他去幹嘛 去做這個線上簽賭 線上簽賭也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這樣子看他包養 他的這個價碼 我們大概就看得出來 你說一個月二十萬 不是個小價錢 我們一般人不會是去出那麼高的價錢 一般不然是多少 我們講的是一般人 講給宏偉聽一下 性交易費用 對 每個月的夜肚子 對 早上他就要來 對 就幾次 你一個禮拜陪我一個月陪我三次 四次這樣子 所以林小姐後面在他身上 就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以他可以繼續去上班嗎 他有繼續上班 不是我意思說 我包養你了 你還可以繼續去上班嗎 可以 對啊 可能是婚兩種 一種就是 懂啊 讓他懂啊 包養是兩種 一個是 包了以後 你不能去上班 那個價錢比較高 因為包了以後 你還可以去上班 我要的時候 你來賠我 那個就價錢比較低 為什麼你懂 這是社會常識 對 而且所以說 其實後面 我覺得因為林小姐 他們家經濟狀況 並沒有特別好 那爸爸也也沒有什麼工作 因為身體狀況也不會太好 那媽媽也只是在賣一些小東西 偶爾就賺點小林用錢 那家裡大概都是經濟來源 都是他 都是這個林女 所以他抓住這個死者之後 他真的要什麼給什麼 像他媽媽要買包包 家裡需要什麼東西 他就叫林小姐跟他要 家裡需要家具 要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叫死者付 死者也該 能該給的也都給 能該給的也都給 你如果做媽媽 你怎麼會這樣做 哪有可能 你知道女兒有一個搖錢 事務不可以叫他負責 有一個 重點是說 因為可能就是怎麼樣 應該說賺錢的 能力比較低 或是說他們受教育的程度 比較低一點 比較 在社會上 你要賺錢的能力比較低 所以他們才會是太空 太香 那有的人其實是會 會想要賺錢 但是會想用自己的能量 振自己的能力去賺錢 這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我如果有個女兒這樣說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 個人會覺得說 這樣就有一些人 他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對不對 女兒這樣去上班 還去給我們 有的很沒有面子 會怕說你不能在我們這間 關市 你去北關市 不然讓我的親自朋友 或是讓我的什麼看著 會拍照 很沒有面子 對 沒面子會安心 有的人你會說 我們女兒很厲害 你看 我要在什麼包就包 他就可以幫我買回來 這個個人的價值觀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重點 因為我後面 從這案子這樣看起來 我就覺得其實這一家人大概就是為了錢 比較錢 然後才會痛下殺雞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 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因為這死者的背景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很複雜 對 那錢也多嘛 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不管是前面做 做詐欺的 或後面做這個線上遷堵的 會做這兩種事業的人 一定都藏很多 這是我的重點 就是一定都藏很多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也就是說你的身上 可能你的皮夾信用卡 跟你的帳戶以外 那都藏很多 所以說 我覺得他們在測試 這這一年多來之後 發覺真的可能是個多金的人 其實他這就是錢 給他帶來殺雞 對 他沒有他沒有智慧 處理那個錢 那欣賞你有感受到說 這好像那個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嗎 其實媽媽要包包 就叫女兒去跟那個張蘭 要 我覺得整個給我的感覺 是大家都因為錢而打開了他們的視野 因為首先我覺得這個零性女主 他本來是一個中性打扮 他也非常的腳踏實地 在一個早餐店 你看賺這麼微薄的薪資 非常的努力 那我相信他們家人也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子好好的過生活就好了 可是一切是等到 他去了臺北 裴酒以後就變了掉 那我覺得他第一個 他會願意去把自己的外觀做改變 是因為他一定會覺得原來男人錢這麼好賺 原來我今天恢復個女兒生 我可能撒嬌 或者是我用我的肉體 原來錢可以來得這麼快 於是他可能會帶一些好的東西回家 然後讓爸爸媽媽知道說 我現在有一個恩客 身上有很多錢 那我認為要埋下殺雞 很多人一定會覺得這個男生 如果跟你無冤無仇 一般來講不會有人會 就算有錢 你很有錢 我們就把他這個金主牢牢抓住就好了 我何必要埋下殺雞 所以我覺得中間一定是有說 第一個很多人就會自己 就合理化自己的動機 他的錢來路不明 他做這個遷渡或詐欺 好多人因為他而受害 所以我們搞不好是個未民除害 有一個自己說服自己正當的理由 他比較好下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因為可能女生也會說 他其實對我也沒這麼好 他對我有性虐待 所以哎呀 你欺負我女兒 那全家一定是一個鼻孔出祭 同仇敵開 一定要把你給除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人對於錢 有了這個迷茫的視野之後 就會開始給自己很多正當理由 真的 這個到十九號中午 這個林小姐突然聯絡那個妮妮 說你怎麼認識廣廟 廣廟的嗎 可以做法師給我借家的 她的車要穿車 要問書 這妮妮就很好奇 問她說 你怎麼突然這個有這個需求 她說最近開車不順了 怪怪啦 你後來幫她找說二十號才有公廟辦事 但賣服 她說跟毀爵說 我叫我找我小姐處理好了 我想請教一下 可見那些車應該是載屍體 對 載屍體的 對不對 對 那些白色張藍幫他買的BMW 所以她要趕快把他戒戒,戒戒 是什麼 戒戒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好像說運動比較不好 閃到或是說身體傳生疾病 什麼那個 有時候就是說有去牆到 什麼 紙巾 什麼那通常有時候 戒戒是一種心理的安慰 應該說的 也是 我們講說其實這一次 就是做這場法事 其實不是真的就一定會好 那其實對你來講是有心理安慰 像心理醫生 我跟你說一些 讓你消透你心裡面 那個不安的感覺 那他這個應該講說 剛剛講就是可能這輛車 有載過 陰載過的屍體 因為陰載過的屍體 畢竟是人 人就對未知的世界會怕 所以他其實會怕 不是不會怕 就是說你怕的中間 當然他就想說我這個有載過 他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很痛苦 會怕 可能晚上一直在做夢 不然每天都一直在做夢 那個當時的那個現狀 都一直在浮現在他的夢中 所以說那就是一種心理上面的一個壓力 他現在就是想說 我趕快找一個來這次 是不是這樣 就是會把它消散掉 其實那是不可能 因為那是你心肝來的 那個心肝 那個心肝是沒那麼簡單的 所以連一天就不可以了 因為本來說十九號二十號 對 二十號才有開庭 二十號才做 一天就不可以了 趕快要再去救 救百人 所以他已經晚上 已經是很艱苦 很艱苦 他每天可能那種情景 都一直複裂 也有一點點落差了 他大部分是這老師 周老師講的 有 有沒有沒有沒有問題 那我看他還有多一點點的落差 這部車子是這個張姓死者 買給這個姓林的女生 如果已經載他死人載了 這確定 往生者載了 這個就賣掉就好了 賣掉 那不賣掉的原因 只有一個可能 我給你貸款 買你的名字 你貸款 你賣交清楚賣賣的 沒辦法賣 假設我現在我買給 好 我出錢的 那我買 賢西亞的名字 車子是他的名字 可是他不能賣 因為後面還有貸款 貸款就叫那個車行 車行貸 他就是因為這一點 如果來 是不是車行 要過來看車 不像我們沒貸款的 貸款 貸款車跟整部沒貸款的車 是不一樣的 這個男生我不相信 他會買個全新都不用貸款的錢 就一個好意 我個人不太相信 所以這個車他會想要去做一些廟宇的 這些 第一個是安慰他自己 第二個講真的 他也沒有辦法處理掉這個車 他就捨不得把這個車給丟掉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因為今天講到這個女生小孩叫他包漆 說網路上有難大聲分享 給阿姨包漆的見過呢 請教一下先生 對 那我想先從這個包養網站開始 因為我說市場有供需的這個需求 那就我瞭解 其實包漲 坦白講 他也沒那麼複雜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以我知道 那個包漲網站的行情 是裡面會有男生跟女生 都去註冊當會員 洪偉你聽到這樣微笑 那我想知道一下是男生跟女生去登入會員的時候 女生是免費的 男生他會有月費 那根據站長 他的說明是說 因為你包養就是談錢 一個月 你如果說一個月月費兩千塊 你都繳不出來 你不要說跟這個女生談下去 你錢可能會付不出來 所以說是先第一個東西做過濾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裡面女孩子各式各樣都有 很多都是年輕的大學生 或才剛出社會 他們可能想要先拼第一桶金 所以其實這些女生會問他們 他們就問他們說 那你為什麼想要做包養 第一個他們會說 因為他覺得反正如果今天交男朋友 他可能在我前面身上砸了錢 可能恐怕不會這麼多 可是我可能還要對他還要聽話 或者是我可能在床上 我覺得我今天性生活不美滿 我可能要忍受 所以我覺得我乾脆就跟我的客戶談錢 我錢是穩穩地拿 那他也不會說 每天在那邊勾勾敵 可能一個月才見面個幾次 他覺得會好 那對男生來講的話 他們也是會認為 我今天要追求女生 那我第一個月 我可能投資這麼多錢 我還不定得到他的人 可是我們今天在商延商 我投資這麼多錢 我不會浪費我自己的時間 我還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所以很多在包養 網站上的男女 他們要要求的就是一種女朋友 就是談戀愛的經驗 所以說很多女生 他在下面 他在上面時候 他的客戶其實也不多 他會認為 其實我覺得我跟你就是當朋友 男女朋友也好 或是普通朋友也好 反正就是一個陪伴 那我的客戶 他希望是固定 就是當然不會是兩個是簽約 可是不要說你一個月跟我在一起 然後你就跑了 我會希望是長期的供養我 那我覺得我對你有深入了解 男生反而也喜歡 因為我們兩個之間就會有默契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包養一般來說 沒有像大家什麼sugar daddy sugar baby之間的關係 其實沒有這麼像酒店那麼的黑暗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男生說 如果今天你想要包養的話 你就是不要去酒店找 因為酒店女生 他們就是他們就一定要錢 那要錢他們還有手段 手段他們後面的背景會非常複雜 等於說你讓自己會陷入更多麻煩的風險當中 那以包養的價碼來講 因為是一般的大學生 或是一般出社會才剛出社會女生 其實他們的要求物語也沒有這麼高 酒店小姐物語一定有互相比較 所以他們才會覺得說 我一個月我要拿十萬起跳 可是一般的大學生 第一個他們的這個物語不高的話 把四到六萬 普普通通的 那你就是很青澀 很羞澀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有那種 好像就是情鬥初開的感覺 四到六萬就有 那要互出身體嗎 其實坦白講 很多女生會告訴這個 他們會在受訪是說 其實也不一定說 真的一定要身體 有些男生就會認為 他們就是就是說 會有那種小鹿亂撞的感覺 那到一步最後最後 最後我們可能才會到性 那如果說今天是笑花等級的話 可能才要十萬塊起跳 所以說這是一個包養的一個行情 那接下來的話 這一個男大生 他自己被包養的是阿姨 這個阿姨是他媽媽所認識的友人 一起在一個參會上面 所認識的 認識了以後 等於說阿姨有的時候就很熱情 我們可以交換一下聯絡的號碼 他說他就常常在這個阿姨家去蹭飯吃 那阿姨就單身一個人 所以阿姨的時候 他在家裡面走動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會很開玩笑的說 哎呀 家裡面有一個 這個年輕的年輕男生走動 哇 我的家氣場都不一樣 他就聽出端倪了 所以聽出端倪以後呢 當然就會說阿姨 那其實我也很高興 可以陪你啊 於是阿姨就非常的直接告訴他說 那這樣子好了啦 因為阿姨我也很喜歡你 我每個月給你六萬 於是就開啟了 他包養的整個心路歷程 那他就跟大家分享說 所以阿姨的年紀跟媽媽差不多 其實跟媽媽差不多 應該五六十歲 不過其實也是包養有數 因為阿姨就是自己賺錢 自己花又是單身 好 那他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要就是 你要成為阿姨的小狼狗 也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首先有些男生會認為說 因為阿姨大我好多歲 所以我在講話上面 我是不是要有那種成熟 男人的歷練感 不需要 因為阿姨會覺得 其實你這個年紀 你就講你該講的話就好了 你不需要硬要撐到這個社會地位 二十五歲就是二十五歲的樣子 你講話怎麼可能 二十五歲裝五十二歲 那我幹嘛 就是很沒有意思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他就說 其實男生你也要小心 就是說你不能有時候 又太男孩子氣 太男孩子氣 太 男孩子氣 太紮嬌 阿姨會把你當成 不會把你當成小情人 會把你當成就是自己的乾兒子 那乾兒子的話 其實你在床上就沒情趣了 我怎麼可能想要跟自己乾兒子發生 發生這個性關係 對不對 所以他會認為 其實這個時候呢 你要所展現 就是自己的活力 青春活力 坦白想 因為他講為了要這個 跟這個阿姨在一起 性就蠻重要的 你講這一段收穫最大的應該是玲瓏味 他頭連轉都沒轉 可是他說性很重要 老實講你不要說 他說有的時候 他自己可能也是要用藥 他說阿姨呢 其實他也說得很明白 他說我都給你錢了 你今天如果沒有滿足我 我也會表現給你看 所以說男生 會表現給你看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覺得我不滿意 我客訴我不滿意 請你去精進 客訴 所以這個男生呢 他說他自己又掏腰包 他有去就是找花錢 就是再練一下自己的技巧 然後才會回來去這個滿足他 所以他說其實在阿姨 他最希望就是一個性 第二就是陪伴的感覺 所以說當這個女生 他覺得他在他的生活上 或是工作上 他受挫的時候 他也是需要跟這個男生講 那男生你需要給他意見嗎 他說其實也不用 你就是聽他說 然後能夠理解他的感受 這樣子就好了 瞭解瞭解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有一個男子家也很好 這是宏偉的故事 說老婆在學花藝 然後呢 我要講的是說 包養對象不僅是局限在酒店 你可以找到你的包養對象 其實我們都要注意到周遭身邊的親朋好友 有可能也都會變成你包養的對象 像我一個認識的一個兄弟的朋友 那他們家是專門做半導體大廠的耗材 而且是土門國際的 那種利潤都非常的高 你要經過大廠的 survey 其實他那個每年的案子都非常穩定 所以那利潤也非常的好 那他很早在美國的時候 就娶了他現在的老婆 那你也知道說像這些貴婦 那平常小孩子送去上學的時候 其實白天都沒事情做 要嘛去學學烹飪 學學甜點 學學花藝 那他的老婆呢 就是在一個花藝課的時候 認識一個 一個非常有氣質的老師 那他在那邊跟他學花藝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老師呢 談吐也不煩 然後呢 平常跟他的互動 美感什麼 他們都非常的交流 非常的頻繁 那他把這個老師當成是一個偶像 那所以他 因為他後來就是因為 這私底下的一個 一個關係 他常常把這個老師就邀請 來家裡面做客 就把他當成像姐妹 手帕交這樣子的互動 那常常會進出他們家的之後 那跟他的先生也有一些 吃飯的時候會認識 然後呢 過了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 大家也比較熟悉了 那因為這個老師非常有氣質 而且談吐不煩 然後這個這個先生 就是我這個這個朋友 其實就心裡面 其實已經有種下了一個 一個艾苗 想說要把他追 追到手 那因為他平常就是有一些聯絡的方式 所以常常會有嘘寒問暖 然後約吃飯 然後呢 可能常常會送一些東西 那因為這個這個花藝老師 他是北漂上來的一個 一個蠻單純的小孩子 那因為他個性比較單純 那再加上他的學生是他的老婆 那他一開始事實上很排斥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但是因為在這個富商的 這個很殷勤的這種追求的之下 後來他還是跟他在一起 那因為富商跟他講說 其實你花藝課 你可能一個禮拜才接那三四堂 那再加上你北漂你在外面住院房子 你可能的薪水什麼其實也不夠 那他就跟他講好 就每個月給他一些生活費 他們當然沒有講包養 那就是說我們是男女職業的關係 但是我還是固定給你生活費 那他這個其實這個富商 你知道他一個月給他多少錢 多少錢 我們的朋友是一下都叫這個女生叫五十塊 一個月給他五十萬 其實我剛剛聽到一些十萬塊的價格 我聽起來其實是真的 不要這樣啦 你的高的朋友跟我的基礎都不一樣 可能我們這邊有通膨啦 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是每個月 固定給五十萬 然後包括帶出國也好 甚至買一些名牌包 那是是很平常的一些情形 那在一起久了之後 因為這個其實這個富商 其實他每天也是都會在外面應酬 招待所 酒店也是會流連忘返 那因為他老婆 其實對他的這個另外一半 其實也睜一睜一睜一睜 他也不管他 那但是重點就是說 他的這個 他本身的這個財務的狀況 是由他姐姐在掌控的 因為他們這些這些公司 電子公司 其實姐姐是負責財務的部分 那因為姐姐平常跟他的老婆 其實關係不好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老婆 一直想要基於他們公司的 一些財務的狀況 所以他的弟弟去包養這個錢 都是從公司出去的 然後甚至會幫他cover到一些 他平常的一些花費 就不會讓他的另外一半知道 那相對來講 他對這個另外一個小三 他其實也是 也就是會比較 也就放心 那因為這個富商 因為他常常就是還是 勾改不了吃死 每天也都是在外面 吃飯 喝酒 跑酒店 到處虧妹 那導致後來這個華益老師 他原本以為他是得到一個真愛 因為他好不容易卸下 他自己心房 他背叛他的姐妹淘 偷偷的在跟他的這個 另外一半交往的時候 就沒想到他的死性難改 這個富商死性難改 後來兩個就談分手 而且錢又有時候給的 也是不是那麼穩定 就有時候給五十 有時候給二十 給三十 給了十二十的時候 就說我剩下三十萬 因為姐姐那邊的狀況 我有可能沒辦法如期給 就可能拖一兩個月兩三個月 但是久了久之 其實這個花瑜老師 其實就心聲不滿 後來他就常常有 有時候因為找不到人 他跑去他們家按門鈴 他跑去他們家大樓去按門鈴 欠薪水 但會是搞到整個社區的 大樓的鄰居 管理員 其實對這個女孩子 都已經非常的感冒了 那這樣子情形持續了很久 那這個富商也都一直避而不見 導致後來這個女孩子 其實精神症出了一些問題 完全出了問題 後來他就被他的家人 接回南部去 然後就這關係就才結束掉 那你說現在還有小三群組 對 小三怎麼組群組呢 我覺得這是很好笑 像一些富商 他們常常會有一些自己的交金 像兄弟會幹嘛的 那我們知道我們批一些 一些比較高檔的中餐廳 可能飯店裡的中餐廳 他前面一定會有個小客廳 然後外面旁邊就一個大圓桌 大家吃飯的時候才移過來 那當大家開始把自己的另外一半 帶來吃飯的時候 那些女生這邊無聊 就會交換Line 就大家互留方式 然後平常也會彼此報告 彼此的另外一個男朋友的行蹤 我昨天跟你男朋友在什麼局 怎麼樣怎麼樣 他會互相通風報信 然後也會去比較說 他們最近買了什麼東西送給他 帶了什麼東西出去玩 這後來導致這種小三群組很好笑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是兩個人吵架 分手之後裡面的姐妹 他還會跟他說沒關係 我最近有認識一群同樣的 這樣子飯局的這樣子的對象 我帶你去吃飯 認識新的男朋友 就等於是會互通有無 了解小三群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新小這邊是有讀者說 也是他也是被包養的小三 對 其實他這個故事非常微妙 是因為他本來是個酒店小姐 那這個大老闆就常常就是要談生意 就很喜歡指定他 覺得他服務非常到位 所以兩個人有的時候會互相聊 聊的時候有一天大老闆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覺得你 你人還年輕 而且你 我覺得你有能力 我覺得你不要在這個酒店上班了 我一個月給你三十萬 這個讀者呢 我這個小姐他也非常的聰明 他說那你現在給我三十萬 那以後如果你對我這個 也沒有感情了 那我也沒有一劑之長 你給我三十萬 那我就會沒有錢賺 而且他又就是說 希望你脫離酒店這個環境 他說那這樣好 我們本來就是講短期工 趕快打工 可是女生就是很精嘛 他想的比較遠 他說這樣好了 我給你三十萬之外呢 你去學個一劑之長 像現在美甲美睫 還蠻夯的 我再給你一筆學費 因為他說我希望你就是 好好學點東西 不要把自己浪費在酒店 他想說也好 反正你沒有陪我 我就去進修我自己 有一天呢 這個老闆就跟他講說 那我幫你 就是也幫你租一個套房 我想說今天到你家裡來過夜 這個小女生想說 哇 第一次要發生性關係了 於是就拿了一筆錢 把自己呢 就是裝點了一下 又買了非常性感的 這個性 那個情緒內衣 沒想到這大老闆一來呢 手上提的是一堆菜 他說你穿這樣幹什麼 他說沒有 因為老闆不是說 今天就是要第一天要過夜 他說要過夜 他說我希望呢 你可以陪我 就發展自己的嗜好 於是他提了菜來 因為他請他屬下員工幫他買菜 這大老闆好喜歡下廚做菜 所以就跟他講說 那我希望你在我旁邊 你幫我洗菜切菜 就講了一口滿滿的 就是怎麼樣燒菜的 這個小paypal還怎樣 然後把這個東西上桌以後 還告訴他說 我跟你講我還帶了酒 你來挑 你覺得這道菜要配什麼酒 他完全懵懂無知 所以這大老闆 竟然就是一道一道帶著他學說 你選什麼菜 應該要配什麼樣的酒 一步一步帶著他 所以當他在回顧這一段 這個包養的過程當中 我說那你們有沒有 沒有性關係 他說沒有 他說每次我跟他在相處的時候 就是你就會發現這大老闆 他就很喜歡下廚做菜 然後陪 我陪著他 然後後來他就會說 來那今天該你來選酒 一步就是考試 他就要選出很好的這個酒 老闆就會很高興說 你如此可教也 那就問他說 你都那麼有錢了 家裡面也不需要你下廚做菜 他說所以我覺得我人生 這樣子很無聊 我老闆 我老婆 也不會幫我打理這些東西 好 所以說當他美甲美睫都學出金了以後 老闆再給他錢說 你現在可以去開一家店 那因為他以前在酒店上班 酒店小姐他的同事 以前前同事都有這種需求 所以說他每個月 開始就會有收入進來 這時候大老闆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這樣子學得很好 我們這關係已經也差不多 你也不需要我包養你了 因為你自己就可以謀起群 哇 對 他顯然是個這個教育工作者 所以他就說這補的這個培養的一個過程 對 親一下講的這個例子 真的是很特殊 但是我也有碰過這種特殊的 但是後面 社會爭辯了 那是怎麼樣 沒有 還是有愛心的 結果是這些小姐自己都跑走 他自己不願意 因為我碰過一個老闆 他是怎樣 他找一個妹妹 每個月給他不多 三五萬塊這樣 然後偶爾晚上怎樣 下班就要到 跟他一起到他的招待手 裡面陪他看十八台跟十九台 十八是什麼 兩個資訊頻道 Discovery 是不是 對啊 國家地理頻道